北京时间2018年3月23号凌晨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了对华贸易备忘录 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 如今五年过去了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 但美国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的经济 早在2000年就有人开始唱衰中国经济 但是中国经济在这一片唱衰声中反而越来越强大 如今已经成为了美国都无法战施的对手 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谜到底是什么 美国为何无法赢得中国 中美两国自从建交以来贸易发展就十分迅速 从上世纪90年代起 美国就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 但是美国人对于这一直都没有太过较真 可没想特朗普一上台就无法忍受了 直接以美中货物巨额逆差为由挑起了中美贸易摩擦 为什么这么多年美国都不在意 特朗普却对此反应如此激烈呢 是只有他关心美国吗 当然不是 而是此时的美国意识到 中国早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了 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一直以来 中国在双方贸易中一直处在顺差地位 但是中国出口的永远都是服装 家电玩具 圣诞树等等下游产品 中国制造的服装在美国卖得比中国都便宜 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买一件衬衫 都要左条右减的时候 美国早已经一买买一达了 为了换回美国一架波音飞机 中国要卖掉七亿件衬衫 如此辛苦微薄的收入 想要对美国构成威胁 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美国不在意 顺差就顺差吧 美国无所谓 但美国没有注意到 中国的经济结构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产业技术开始升级 高新技术开始不断发展 据统计 2017年 全球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总共融资152亿 这些金融中 中国的企业占到了48% 而美国只有38% 1980年 首次召开全球人工智能年会的时候 中国还没有一篇论文发表 直到1998年才有一篇 还是香港出的 2018年的年会 中国投稿1242篇 美国只有934篇 最终被采用的论文数量 中国也只比美国少三篇 要知道 这些选定者都是美国人 美国人懵了 那个曾经只能做服装玩具鞋包的 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做生物医药 通信技术 新能源汽车了 中国的高铁早已走在美国前面 中国再也不需要 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了 中国自己制造的大飞机 已经可以在蓝天翱翔了 美国的5G 还处在试验阶段的时候 中国早已经准备实现 5G全面商业化了 2018年 华为的营收 甚至超过了谷歌 微软 脸书等等 这叫美国情何以堪 中国发展得太快了 中国已经在撼动 美国领导力的基石了 美国人急眼了 开始不择手段了 但是美国人没想到 对华贸易战5年了 美国人自己的经济 却越来越衰败 而中国依然在 樱头向上 中国的优势 到底在哪里 一直说出 我们们就不要对华贾易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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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